嘿 大家好 我是麗瑩 我已經前往日本的地方住宇都宮了 這次是超開心的 可以去到日本拍MV 我覺得這個機會應該要在早兩三年出現了 我們其實這次的行程是非常感臭的 因為我昨天跟Carmen 經理人一起搭了凌晨機 然後我們又要趕回香港工作 所以我們只有三天時間在日本的地方 但是這三天是很精彩的 這首歌最大的特色就是跟我以往的高格是有點不同的 因為這次我是真的想分享多點我內心的感受給觀眾聽 裡面的故事其實就是有關我一個分手的故事 這首歌也是有一種日式的感覺 大家聊聊一下怎樣拍MV的時候 就覺得日本其實應該也挺適合feel 我聽說有一個英俊的排拳教練 我聽說有一個英俊的排拳教練 我準備好了 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穿著T恤 有一點性感的衣服 哈哈哈哈 我們這次的導演 就是拍全世界的美水展示 還是Chris Chris帶到 Chris我們今天會拍些什麼 今天在這間屋裡拍了一大堆 很日常的東西 一個女生一個人過來日本 有些日常 兩次拍攝 兩次拍攝 一太多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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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最神奇的是什麼嗎 我當時為了自己的個人Show 我真的學了一段打拳去練習 然後這個MV 用得著 還要跟日本的教練打很緊張 這個講日交流 我是不能輸給人看的 帥哥教練 帥哥教練有多帥哥看的 是眼睛營住那裡還是真的衝到後段 都是後段 總之整個狀態都是眼睛熟的嗎 不用它就崩潰 淡淡然那種 情緒帶到你去哪裡我都可以 好 OK 我試一下 需要幫我少一點嗎 對 還有一個出色的演員 那些演員一定要做 拍攝多自信 想像垃圾光闊 希望過頭 功不應求 拖你手似種醉疚 衝得了頭 不定勘求 及時進全力之間 Cut 好 怎麼樣導演 真的 很好 謝謝 我很期待明天 搞定 今天第二首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有關 我一個分手的經歷 我們有脆弱的一面 都不是一件壞事 我們都可以在這些傷心的故事裡 可以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而且你也要學會怎樣去愛自己 好 不用特意 送些雜誌 送些雜誌 給大家看 OK OK 那我是想帶 太過了 但... 我... 我... 不好意思 我... 我... 這話都是... 對 你能教一下日本的是否 抖口 抖口 OK 是抖口 不要舔我 我沒有舔我 我沒有舔我 香港的丸口 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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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去 我去 是 是 你很開心,有個帥哥可以綁起來 好吧,帥哥見過很多 希望他們可以推薦一下 有很多人跟我相處過,真的很喜歡我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很困擾 你不想幫你綁起來嗎? 不,也想 我打得很好,我直接打得很好 好嗎? 你很友善 對 你很友善 謝謝 謝謝 我現在來到這個古叉道 我就要做第二份工作 派傳單,我想說我要增派,我在這裡 我在想,如果有些香港觀眾見到我,可能會 你來香港有沒有做過這些傳單的事? 賣旗,我當過是賣旗 我想同樣感受,不是 剛剛我們遇到香港觀眾 然後他特意做臨演,來接那張傳單 我答應了他,他說,你回來跟我拍照 然後不知道他去了哪裡,我就走了 他想怎樣 對 幫人逛街,沒辦法,來到縣宿不是買東西吧 這一場其實也是我拍這個MV最深刻的 我們又想拿到一些車的景 所以我們真的要看他們的時間表 那班次是怎樣才能夾到 剛好有輛車經過的畫面 為什麼你探氣這麼厲害呢? 你在屋那裡和這裡都是很快的 唉,應該就是因為這首歌 始終都是關我自己個人故事 其實我做的時候就算 MV和我的經歷和夜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感情是一樣的 所以我剛剛拍完隧道那一幕 是有點不太看的 因為我都記起 那時候自己分手的那個狀態 是真的很值得的 是真的好像拿著袋衣服回家的那個感覺 平時我拍完那些哭戲 我會覺得OK,開心回來 但是當下真的開心不到 想起心中那條紙 哇,哇,刺死我 就是這種感覺,明白嗎? 對 大家不要看我這麼funky 其實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好,那我現在就到了機場了 那我現在就終於回香港了 那我呢,這三天來說 對我來說都很難忘了 因為我今次第一次來日本拍攝 然後我很感謝導演 Christopher 還有Ringo Herry 還有日本團隊的阿傑 對了,他們都幫了我很多 謝謝大家 因為我現在就到了機場了 因為他們的時間很緊湊 所以我們這三天裡面 其實基本上每一天都是拍了差不多 十六至十八個小時 而且他們又會不斷地 去穿景啊 然後想一下 怎麼拍得漂亮啊 有很多位都真的 要準備好很多很多 才可以做到這個這麼美的畫面 那希望大家呢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真的 給一些心機 去噴爆它 對 看看我去人 那時候拍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 就靠大家了 知道嗎 現在去到這個導演的畫面 Chris 導演你覺得 表演的畫面 挺好戲的 而且有很多感情畫 蠻多的地方 我也有想過 我原本都不知道拍不拍那一場 第一次電話的時候 嗯 那時候我都很困難 我覺得不夠好 然後我覺得 有一點點情緒會好一點的 那問他 然後他第一反應 他說 你早說嘛 然後出來又真的可以 又真的有那個情緒 然後挺驚訝的